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查人员最快于本周抵达香港开始检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审计底稿。 美方审查官员后,需要判断他们是否获得足够的权限来获取充分的资料以认定中概股的合规性。 此前有消息指阿里巴巴、京东以及百姓中国等中概股已被选中进行首轮审计检查。 尽管中美双方于8月底就中概股的审计问题达成协议,但双方协议内容立刻出现分歧。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就表示, 它拥有选择公司、审计业务和潜在违规行为的全权赤情权。 而中共监管机构则表示,任何对公司和工作文件的访问都将在当局的参与和协助下完成。 报道也引述消息指,美方审查机构将为每家公司的审查分配一个小组, 审查最新的财务文件,检查内部控制系统以及采访核素C,包括德勤、罗宾咸永道、安永以及北马威在内的多家会计师事务所 以安排工作小组应对美方的检查人员。目前尚未清楚美方审查官员到达香港后, 是否会豁免3天的酒店检疫以及随后4天的居家医学监测。 喂喂,看完米酒住,记得like、subscribe和按钟仔,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吧!